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数首度突破4000大关 其中过半的族群2000多只选择在台湾渡东高居世界第一 这个数字对鸟类的保育工作真的非常鼓舞 台南加以高雄都是黑面皮鹿每年来台渡东的栖息地 其中又以台南七股增纹西口数千公顷的湿地最多 选在湿地因为这里有供应鸟儿丰富的食物 黑面皮鹿通常在水深20公分左右的潜水区 低着头靠着扁长的嘴在水中觅食 但是环团也提出警讯 过去两年全台黑面皮鹿数量已经减少了400多只 代表黑皮的漆地需要更多的保护与关注 台湾可以每年在固定的时间看见黑面皮鹿来到我们的家 这是一份共同的责任与使命 台南七股传统的渔春也是黑面皮鹿到台湾渡东主要的栖息地 台南三宝黑面皮鹿环嘴鱼高枪鱼这三种 普查以后发现这三种特别漂亮 鸟上加环境两个因素 当时是200多只 台南三宝剧衣的黑面皮鹿脚长脖子长 最大的特征是它扁平的黑嘴 也因此被称为饭池鸟 1990年普查时全球数目不到300只 因为枪伤事件以后我们就特别 因为它是稀有鸟种 稀有鸟种比较会引起注意 黑面皮鹿在台湾可以追溯到150多年前 1863年时 英国驻台副领市在台北淡水观察到大型皮鹿 后来证实就是黑皮 30年后在台南也有英国的鸟类学家 在安平发现白色皮鹿的记录 对这群大型鸟真正开始引起关注 从1992年在主棲地增纹西口北岸上 由黑皮遭到枪击死亡 兴起了环保团体与国际注目 就枪伤之后后来就是近年来比较常出现的鸟伤是什么 鸟伤大部分都是肉毒感境 网之内是一只黑面皮鹿全身瘫软已经死亡 受到病毒感染的黑面皮鹿是在台南土城湿地被发现 志工小心翼翼把它包裹 这时候的黑皮就像人得到感冒一样 脚软全身无力丝毫没办法反抗 天气很热的时候它腐坏长居的速度可能两三天就有了 那它只要这样的话就容易就是肉毒感菌 会整个集中在这个区上面 原来黑面皮鹿渡冬重点在觅食 台南七谷这一带每年秋收后 会让鱼温维持在20公分以下的滴水位休养状态 这时候的池底还有不少的小鱼 可以让渡冬的候鸟填饱肚子 但是除了还在经营的鱼温 废弃的温纳一样有余 只不过缺乏管理出现了死亡的鱼虾 第一时间没有处理曝晒之下 就会是滋生细菌的温床 黑面皮鹿呢它是吃火的东西 那它如果看到那些蛆呢 它就会认为说它这个也是火的 就会想要去吃 那吃的话就会变成肉毒感菌中毒 我们望远镜有看到嘴巴 所以确定它是黑皮 翻开近几年过境黑面皮鹿的威胁 工业区开发道路拓宽 大宗的死亡案件就属肉毒感菌感染 2002年90支集体中毒 73支死亡 2015年14支中毒 7支死亡 受到感染的黑皮 如果抢救得宜 还是有康复回到大自然的机会 在众人期盼中黑面皮鹿踏出了笼子 这是2016年11月底 因为肉毒感菌感染 获得抢救的黑皮 它经过医疗团队施打抗毒血清药剂后 这支当时不到两岁的亚成鸟 恢复良好 一放时体重还增加了50公克 系上了脚环代号T77 因为曾经发生过肉毒感菌 那个黑面皮鹿大量死亡的情形 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 演练的设施 所以那时候大家是手忙脚乱 但是之后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演练 那每两年会有一次大型演练 那隔年我们就做兵棋推演 你看我们在发现有几只鸟在那边受伤 发现伤鸟通报主管机关 团队带着器材前往处理 从防护 定位 救援 层层的步骤 目的是要防堵看不见的病菌 不再蔓延 82年的时候 在数量上是200多支 在民国98年台江成立的时候是900多支 那到去年跟前年 一路的数量是3941支 那各位可以从这数字可以代表的意义是说 在82年到98年的期间 它其实是由它自己去做一个 没有保护壮灾的一个繁殖繁衍 那98年台江成立到去年前年 已经接近4000支的一个数量 不能代表说台江完全是我们的功劳 但是至少在保育这一块 我们其实有看到它成长的一个曲线 其实我们也是蛮欣慰的 在这边呢 我们只要说前面的这个水的部分 我们通常很喜欢说去了解它的水质 看是不是进去水质是不是有变好 因为如果你水质变好的话 未来的生态会越来越丰富 那如果说它的水质有变糟了 那我们就可以去找来源 来源可以或者想办法 让它的这个水质变好 那水质好 我们的生态就会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鸟伤引发关注 黑面皮鹿它的未来 反映着这片土地 是否友善 是否有着无限生机 你可能看过 鸟内的身上放置了脚环 这是研究单位 为了追踪和研究鸟类所采取的研究方法 透过细放标记呢 得知它们的存活状况 活动范围和拨欠距离 让我们对黑面皮鹿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解开黑皮的迁徙之谜 每年黑面皮鹿要来之前 天还未亮 就有一群人拿着相机望远镜 远远的守着 它们不见得是专业的鸟类学者 但是都对黑面皮鹿深深的着迷 许多人也从个人兴趣变成了鸟类 被保育的尖兵 骑得单车穿梭土蹄边 看来悠闲的画面 其实内涵重要的责任 黄明达保育巡察员 油黑的皮肤是大太阳下工作的成绩 二指偷补是巡察员的工作之一 黄明达天天执勤 陪伴她的是儿子黄毅超 我还蛮喜欢就是无拘无束 就比较自然 然后然后可以跟一些生态共处这样 过去学的是奠基 黄毅超放弃科学园区的职位 跟随爸爸的脚步担任保育巡察员 捍卫家乡生态 眼前这一片横跨台南的安南七谷两区 台江国家公园 有湿地有戏湖 丰富生态令人目不暇忌 黑面皮一路保护区的成立 为珍贵的稀有鸟类保存着栖息环境 像皇家父子一同复出的 还包括了其他成员 他是哪一个族群会在这边 然后他可能 今天我看到一只躲在那边 然后我明天就看到他 又在那边都没有动都没有改变 那我就要合理怀疑他是不是有问题 成员中唯一的女孩 姿怡土生土长的台南人 对于大自然的生态总想要多认识一点 当了巡查员学会如何判断商鸟 但是工作内容还包括穿着装备下水区 如果真的天气很冷的时候 你们下去我就很真的 穿金包装比较不冷 不冷 踏入水中为的是检查水门 在台江国家公园的范围内 部分利用盐田旧有的水门 调节区内温纳的水位高低 一分一毫关系着栖息地的食物多寡 盐业的保护的话 因为盐田的话 它如果说水位比较低的时候 那鸟就会来吃东西 如果水位太高的话 那个盐鸟就吃不到鱼了 所以它就不会来这边停 所以盐田水位控制是很重要的 旧有的盐田 在安南七谷这一带情景已经不多见 除了晒盐的功能 在台江国家公园中 这些区块成为鸟群密室的地方 近年来保育出现成效 巡守员的责任也更多 鱼群非法的鱼群我们就把它收起来 然后就绽放在这边 想要补鱼群非法摆放的鱼群 细小的王眼神索对鸟群都是伤害 要追踪特殊的西游鸟 更多人努力着 点一下它的图示 它就有一个更多的详细资料 从1995年开始 韩国就在黑面皮路的繁殖地 为第一只黑皮细上了脚环 这是为了研究鸟类的生态 而台湾的暗鸟志工也做了功课 有一个回报黑皮 它就有一些资料 只要你那个国家有黑面皮路 或者是你对黑面皮路有兴趣的 其实你都可以上系统去做这个回报 那那个APP是只是辅助你在找黑面皮路的时候 你比较好去找它 比较方便 从国际开始的细环标记 记录到140多支的黑面皮路 透过各地追踪回报 让黑面皮路的行为情况 多了具体描绘 你飞行路线它会比较清楚 它漏脚在台湾的哪一个地方 我们就会去看 那为什么它漏脚在那边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因为有食物来源 或是中途休息 它如果在这地方停留比较久 表示那边是有秘食的行为 我们从甲腕就是说知道 它到哪里到哪里 刚好 这一支链就是 就是脚腕比较有识别吧 身份识别 还是卫星才是有身份识别 是脚腕也有 脚腕也有 那每一只不能够每一只都 都弄系上卫星 因为很贵 108就回来6次再7股 那这个1444回来北门的是9次 那么就记录了 那H02就是回来了18次 位在台南的黑面皮路保育学会 最早从1997年开始 一路从国际黑面皮路保育中心 到台南县黑面皮路保育学会 不同阶段不同责任 守护解说记录 志工们的敏锐度和付出 让过境的黑面皮路多了温暖 他是陈建成 透过镜头记录鸟矿 一坐超过20年 他说因为小孩子还小 都要带到游乐区去 但是假日游乐区都会塞车 那后来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到去古道海边来了 又不会塞车又不花钱 看鸟从一开始只是个人兴趣 发展成为家庭活动 陈建成一头栽入的世界 让他看见不一样的家乡 变化最大的还是环境 环境真的是变化了非常非常的大 像之前 像这种天气以前真的很少 那种雾满满的天气以前真的很少 那现在真的很多 看着鸟群飞来又送着鸟群离开 日复一日的生活从中发现 得更加坚定自己守护环境的心 过境的鸟树木只要增加 也代表这片土地更美更好 更适合人们健康生活 都市商鸟其实往往都和人类有关 都市的玻璃帷幕和密密麻麻的电线 这些对鸟类造成的危害就是这样 很容易会撞上透明的玻璃而受伤甚或死亡 其实不是玻璃擦得太干净 而是透明玻璃在某个光线条件下 会呈现镜像反映映照出山林远景或 自己的影像 但大部分的动物没有镜子的概念 就会一股脑的飞撞过去 所以在玻璃上 张贴贴纸或加装窗帘吊饰 都可以保护鸟类免遇撞击 杜鹃就是受伤 他撞到玻璃 果然出来了 果然 撞到眼睛吗 对 好 我看一下 而且他的口腔 他也没有什么伤口 翅膀看看 检查翅膀看有骨折 他也最好用的是纸箱子 纸箱 对救伤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涂上眼药 纸箱搓动 建议的住院病房 眼伤杜鹃check in 转个头 另一位伤患又被送来 有骨折吗 看到这边 是断端 这边也有断端 虚落到眯眼休息的是黄头鹿 上脖骨折 一个是大肥骨折 看起来比较像线 电线 撞到电线 或者是用枝撞木 繁殖季节最多就是幼鸟 刚学飞的时候 它落草 然后再过来就是 一般的所谓的受伤 像撞极啊 撞玻璃啊 或者是被车撞 用纱布捆起来当支架 骨折红头鹿 确定得住院观察 纸箱 敷料 饲料 是救治商鸟最基本的必需品 但实际上 所以我这边的 都是有蜜子 都受伤了 坦南鸟会 在繁殖季节 显得特别拥挤 看一下这个数字 从2006年开始 送到学会的商鸟一整年三十一只 而到了2017年 数量增加到一千五百多只 但是看看志工人数 需要专业培训的商鸟照顾者 始终维持在十五到二十人 人力不足 另外一个问题是空间 因为其实鸟种它有非常多种 那并不是每一张鸟 它都适合关在一起 那像现在这一间的空间里面 是一些就是可能 比较能够相处的鸟 才会放在一起 探头探脑的准备开门 到底为什么 十坪不到的房间 有三只受伤零叫嚣 中间的部分就是让他们 有溺食的空间 下面的玻璃 其实他们看不太到 就是那个不能过去 他们会直接种上去 所以我要先帮他们区隔进来 房间中没有家具 考量的都是受伤的鸟 该有怎样的环境 玉文担任鸟会救伤志工 当起了鸟妈妈 那时候是有一只 需要藏兽的黑翅员 然后就有 一样是前辈询问 然后我就在想 我家里刚好五螺空间没有在利用 说服家人把闲置的房间 当作伤鸟的中途之家 玉文的责任 不是单纯的照顾鸟伤 是尽量不干扰 还有让他们保有求生的本能 展翅翔翔 头也不回 前十分钟状况是这样 在里面看到 蚂蚁放下去 其实还是会特别在关注什么 像灵脚梢一般都会在树的中上层 那这边算是比较靠近地面 这比较不是那么好 另外一次从我们头上飞过去 这是刚刚那一只 哦 哦 那一只好 雖然是夜行性动物 但是灵脚梢圆滚滚的双眼紧借着 它一溜烟找地方躲 这是躲着的灵脚梢 滴矮的树虫不该是隐身的漆地 一路跟着的志工好担心 这是被蚊子咬的 那好多 第二只放的时候 有点紧张 因为它早上在看它的时候 就感觉它好像 没有那么 没有比例那只好 对所以会比较担心它 鸟儿的情况比自己还重要 刚刚踏出大学 生态系毕业的王玉文 这一刻像是担心 离家的儿女是否能独立 但照顾伤鸟不是养宠物 除了爱 还得冷静鞭策小生命 根据我们野保法的一个规定 如果说民众有捡到 这个保育类的动物 基本上要直接送到 我们主管机关来 然后我们主管机关可以 尽为处理或者委托 其他的相关的团体来处理 目前全台有六大专责机构 分布在北中南 旧制的七千多只野生动物 包含鸟类前年两百多只 去年六月前也将近一百只 专业的旧商在法规下 找寻着平衡点 让大自然里的商兵有所喘息 以及崇拜大地的机会 这个都算小啊 因为你看像这个 这一株就比较老一点了 你看这一株比较老 它其实它开始就 就像木头了 对 可是你觉得这个 让它留在田里面没关系 这个数量如果你看过之前的 你就会觉得这样还OK 这一二三四 我已经四年没有用除草剂了 就是从我回来做有三年龙头的时候 我就一直没有用除草剂 所以它草的 里面的草的种类会越来越多 每一种草都会吸引不同的 昆虫会来 那昆虫会来呢 我就会有食物吃 七分半的田 小小昆虫的生影最吸引鸟儿 友善农耕 炒占了稻米的土地 養分 水分 同樣的努力 每一分田慣心農法和友善農耕 光是除草這一部分 就有著不同程度的代價 之前我們一般一分地 大概撒15斤的稻種 那現在說不然撒18斤好了 多一點讓它吃 人只會拉到這些公寮 或是拉到這邊來 運用不一樣的智慧 面對大自然的其他生物 耕種者和消費者都得有所付出 只是一面要求農民應該怎麼做 然後不去思考說 我們一個消費者也有這個責任 去鼓勵生產者 大家一塊來共組這個 美麗的農村 應該是鳥類棲息的樹 在人們聚集的城市 總是受到了許多干擾 都市叢林 鳥的生存空間在哪裡 有自然的落葉或是斷枝 可以的話我們就原地保留 比如說放在下面的草皮上 對 因為這樣子你可以提供昆蟲 或是兩棲爬蟲類 它們一個生活的環境 那有這些小型的昆蟲 兩棲爬蟲類 鳥就有食物可以吃 那鳥它就在這邊活得下去 乾淨的草皮沒有昆蟲 等於少了食物 鳥無法生活 有樹未必會有鳥 但是只要營造出不被打擾 還要能夠填飽肚子的空間 稍微注意 人和鳥要和平共處 並不難 全球黑面疲露數量遞減 台灣的黑面疲露七地 也面臨發展經濟和生態保育的兩難 經濟部能源局規劃在 在嘉南地區的鹽田設置太陽能板 發展再生能源 濕地光電會不會對鹽田造成影響 還沒有答案 而高雄的永安濕地 是台電新達電廠的擴建基地 濕地面積縮減後 黑皮可以棲息的地點變小了 食物來源減少北返前的停留 還會不會繼續選在這裡呢 台灣是黑面疲露最重要的渡東區 這是好不容易的保育成果 我們都不希望因為光電板來了 燃煤廠建了 黑皮也慢慢消失了 但這些環境衝擊 無疑都影響著黑皮的生存 台灣這塊土地 提供他們保持安頓之後 就要接下來幾千萬里的 返家旅程啟程了 現在正是欣賞他們的好時間 這一待要到隔年的三四月 才會陸續北返 找時間看看這一群 遠道而來的貴客吧 大家探索周報 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周見